大家好,我是安仔 刚吃饱饭 然后我听说 肯让我喂那三条狗 小狗 我的小女儿想上去看 但是太小了 她被那个小狗的爪子抓到 这样就不好了 他们现在先上去喂那个小狗掌了 好 本来我媳妇是不肯我养小狗的 因为家里的小孩太多 怕小孩玩耍的时候 不小心被他的爪子抓到 然后就去年的时候 我的二女儿 然后我的大女儿 他妈就是出去买东西的时候 把门忘了锁了 然后我的二女儿出去了 晚上八点多 然后出去找他妈妈了 然后我大女儿一边哭一边嫁 一路甚至是小路找出去 然后我没有找到他的妹妹 所以就一直哭一直闹 从那时候去 我媳妇就觉得很心酸 小孩子离开妈妈 那种感觉真的无法想象 所以说我就通过那件事说服了我媳妇 然后我说这三条小狗 毕竟是别人扔掉的 他们或许进一步的说 不在这里养也行 到时候他们到山上养也可以 对吧 好歹也是一条小生命 昨天晚上跟我媳妇说了好久 才说服他 现在是傍晚 夕阳特别的美 走路都走不稳 就被扔掉了 太可怜了 天真无邪的小生命 小狗狗也吃饱了 喂饱一点 等下十一二点的时候 咱们晚上再来喂一次 我们附近这边的小伙伴 如果你们喜欢养狗的 也可以过我这边来拿 但是你要保证不是拿来杀的 然后不是拿来出售的 可以过我这边来拿 因为三条属实有点多 对吧 毕竟我也三个小孩了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喜欢M仔的视频 请问M仔 点个赞 他们先把小狗抓起来 喝浪 黄雀 小狗 点 suis 点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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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湿 好